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请记得给我个关注 甚至follow我的频道,给我点个赞,这是对我最好的鼓励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也是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做curve war 现在已经升级到CVX war 如果大家curve肯定是比较熟悉的,curve finance 然后curve finance后面有一个为他赋能的项目叫做convex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什么是curve war,为什么会有curve war 为什么现在升级为convex war 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权力之争 当然这里面讲了很多,我会根据我自己综合的理解 比较简单易懂的呈现给大家 讲到curve war,首先肯定离不开curve 我们知道curve finance,首先它是一个 有很多人介绍过curve,我们很早期也介绍过curve curve finance是一个最早期的一批defi的应用 对吧,一开始是以稳定币为主 但是随着整个生态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curve上面现在有了很多新的东西 有factory pool对吧 factory pool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池子 当然你要去吸引流动性对吧 这个叫做factory,还有马上他们要推出一个v2 v2现在最对著名的叫做trycrypto2 我们知道curve一开始早期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curve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普通的 普通的defa玩家对吧,其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为早期的curve只是稳定币稳定币之间的一些交换 对吧,但是curve v2马上要出来就是非稳定币之间的交换 我们可以看到crypto,trycrypto2 try就是三对吧,就三个币种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交易 对,有usdt,有wbdc,有weth,这个叫trycrypto2 我们也可以看到v2就是civ和eth的一个池子 对吧,civ和eth的一个池子 我们看到这边是v2就是convix,cvx和eth的池子 这些叫做v2,v2是civ,curvefinance要进军 准备和我们可以说uniswap v3进行较量的中绝指展 对吧,curve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不断的引 不断的一点点的发展和改进 好,我们今天讲curve war,首先你要了解curve war asset escrow,我们叫做vecrv,对吧,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对吧 比如说vecrv,curve v2是你提供crv和eth 对吧,你可以获得4.54%的一个手续费的品 叫做vapy,base vapy,这个是指平台的手续费 差不多是年化4.54% 除此之外呢,和uniswap完全不同的是呢 在你这边提供流动性的时候呢 你可以获得额外的crv的奖励 这边是16.07%到40.18%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奖励,对吧 这个怎么说呢,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样奖励呢 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有一个叫做gauge的东西 那我们先看,怎么样获得这个奖励 首先呢,我们去dow的时候 有个叫做gauge allocation,这个也是crv首创的 就是我们知道在curve里面有很多池子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curve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池子 这些池子呢,它每周的crv是有一个固定的发放量的 好像是每周好像是750万,我记不太清了 每周固定的发放量呢 会根据这个gauge的weights 就比如说meme是41% 那我们就会把750万里面的41%发给meme这个池子 那比如说frax,这个也非常大,27.06% 那就是说所有crv的奖励里面的27.06%呢 会send到这个池子,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trycrypto2 对吧,我们就期间看的有8.73%等等等等 这些池子的奖励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这些gauge的这个weight哪里来的呢 是通过投票来的,投票的话我们就要去dow sorry去那个,我们先要回去 先要回去到这个ucrv里面 可以看到ucrv这边写了一个crv 一个crvtoken 如果你去锁4年 你将会获得一个vested escrowcrv 你必须要通过vecrv来投票 也就是说你拥有的vecrv越多 你的投票的权力越大 你投票的权力越大 也就是可以说是你可以基本上就决定啊 哪一个池子或者说哪一个gauge 他获得的权重越高 也就是说他获得的奖励越高 对吧,你就这么这么理解 那这个就是啊 这客服一个独特的地方 第一方面他锁仓了crv对吧 第二方面呢就可以保证crv价格不跌 第二方面呢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流动性 投票导入的机制 就是说大家去投票啊 就投票越多啊 我的流动性提供者他获得的权益也越多 我发放的奖励越多 这是因为这样的机制啊 这个导致在在此之前 我们知道yearfinance是一个机枪值 对吧 他绝大多数一开始都是在curve上面去挖curve 然后去挖提卖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三个操作挖提卖这样的操作 就导致了啊 客户的价格在此之前 我们看到一直在跌对吧 在此之前 对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一直在跌啊 跌得很惨啊 在2020年的时候真的跌得很惨 很多人都 我记得很清楚 很多人都在骂curve对吧 那个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现在的价格慢慢起来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又是有一个给它赋能的平台 叫做convix出现 好 但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啊 这个curve它是怎么运作的 它的escrow是怎么运作的 它的vast escrow的投票是怎么运作的 对吧 它的流动性的奖励是如何导入之后 我们就要讲这个convix convix这个平台呢 是可以说是建立在curve的基础上 为curve赋能的一个平台啊 convix非常聪明 他说这样的 现在我提供给大家一个制压crv的地方啊 你们不要去卖啊 不像那个yearfinance啊 或者之前的stake dow啊 对吧 蛙蹄卖的吧 导致币价很跌得很厉害 现在我提供给你们平台 你们把你的crv抵押在我这儿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就是说你把你的crv变成了convixcrv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你抵押进抵押进去之后啊 这个crv呢就永久的进入了convix的金库里面 对吧 然后convix呢就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内 积累了市面上大概50%左右的crv 就是绝大多数人就不卖了啊 就把crv抵押到了convix里面 那为什么要抵押呢 因为单币crv可以获得差不多50%左右的年化 这个年化呢有三部分组成对吧 第一部分是crv的年化 就是你抵押4年差不多可以获得这些年化 然后convix就convix自己的代币 叫做cvx的一个年化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呃 池子里面流动性的池子的年化 对吧6.8%手续费的年化 三个加起来就差不多50%左右 对吧还有一些空头的可能性 这就导致啊给大家足够的incentive 就足够的激励 让你们不要去卖crv 而是把crv呢抵在我们的convix平台里面 ok 这个就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convix最大的一个发现啊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创新 就是说哎 不要卖crv了抵押我知道我给你更多的好处 这样就导致啊现在convix这个平台 他手上拥有了差不多50%的crv 也就直接导致了convix有办法直接左右这个gauge的weight 对吧我有50%啊我投谁 谁就肯定赢谁肯定赢 那就是说他获得的crv的奖励越多 对吧啊那convix来了啊那现在这样啊 那不如我的治理代币cvx我也来发一个投资 对吧就是cvx的holders就是拥有cvx的人 你们也可以来投票去选择啊我convix 来投哪个crv的池子啊哪个gauge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啊有几个池子对吧 大家可以让大家去投第一个是crv eth 我们可以看到projection62%非常夸张 然后cvx eth对吧这个projection是57.72% 你只要把crv ethcrv啊只压在这里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些convix的强力 对吧额外的一些convix强力 好那我们来看这边对吧有一个more这边可以看到governance 这是那个convix的governance page对吧 snapshot里面 比如说gauge wait for week 那个1月6号刚刚结束对吧 那我们来投啊现在frax拥有了差不多1100万个convix 那他就可以很明显的说啊我投我自己 那这个就变成35.8% 这个也这个也就说明啊convix里面 会把绝大多绝大部分的curve呢去选择frax这个池子 那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到这边到这边对吧 我可以看到gauge allocation里面这个frax的池子的比重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frax这个比重非常的大 27.063%最大的是meme对吧 那meme虽然这次在哪 在这 meme这次虽然没有胜出对吧 meme虽然没有胜出 但是meme肯定是前期自己也积累了很多的curve对吧 就这个原因 那问题来了 现在呢我们知道curve 如果你上curve是对整个 整个那个道也好啊 整个生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curve上面有很多很多池子 对frax来说有frax的池子啊 对什么terraluna有自己的usd的池子 对吧我们知道如果你能够上curve 就说明你的生态做得非常不错啊 你的协议做得非常不错 你的项目做得非常不错 对吧meme和ust你看也很高 对吧就差不多12.86% frax也很高 还有这个meme什么加3crv也很高 对吧 那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protocol 很多的项目或者很多的道组织 为了争取convix的投票 为了争取convix的投票 开始拼命的慢慢的买入convix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网站 叫做 叫做tracking cvx owner owned by daos 就被那些项目方 所拥有的convix的数量 对吧 我们可以看在早期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 convix刚刚起来的时候啊大家都不知道啊 就frax从早期一直在买convix conv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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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买convix 然后badger发现了我靠不太对头 我也开始要买点convix 因为convix现在越做越大对吧 可以看到后面什么 olympus也开始开始慢慢的买入 不知道大家看见了 对吧 olympus也开始刚慢慢的买入 然后是alchemix 然后我们之前知道有一个incident 叫做muchi muchi就采用这个手段 把自己的eo的boost非常非常的高 好现在后面什么keeperDAO 这个绿颜色是wonderlandtime 对吧 然后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做redacted 对吧 好现在telaruna也进来了 因为他的ust也上了curve 对吧telaruna也进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DAO 就是它的积累的convix的数量 是在不断的增加 这都是被DAO给积累的对吧 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这是一个civix market share对吧 那现在拥有最多的呢是毫无疑问 肯定是那个 一个是flex对吧flex中最早就开始拥有 还有是个wonderland wonderland其实是meme对吧 应该是meme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创始人dany badger也有不错 olympus也有不错的muchi之前出问题的 也拥有挺多的convix 对吧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什么 就是convix的war 或者说的curvewar的升级 叫做con 变成了convix之战对吧 就不是普通人 不是像我们这种小伞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defi玩家 在去什么在这边为了赚起48% 这样一点收益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而变成了一个对吧 道与道之间 变成了一个道与道之间 或者是项目与项目之间的一个博弈 就是说我的项目在curve 因为curve现在非常大非常稳 我的项目要在curve里面 吸引到更多的流动性 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参与 那我必须要获得vecrv对吧 你获得vecrv 我必须获得cevx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对吧 而且这些大的protocol 他们是用自己的金库去买对吧 他们是不会去抛的 他们只会买来抵押在那去获得投票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curvewar 或者升级到convixwar 我们可以看到curve的代币 在最近90天涨得非常的好 对吧 之前是在一波牛市到5块8 你看现在又冲上来了 对吧 那curve 你们说curve的涨势还ok 对吧 curve的涨势还ok 那我看一下convix convix更加快的 差不多半年 对吧 半年从2块钱 最早11块钱 刚刚出来的时候2块钱 一直到现在最高的时候是60块钱 就涨了30倍 就为什么convix呢 他非常的聪明 对吧 就掌握了这个 大家不要卖crv 大家质押在我这儿 那就变成我拥有很多很多的crv 我拥有很多很大crv之后 我就可以 就是决定我的投票的方向 决定投票方向之后 然后他又出来 我们就需要cvx来投票 那就变成了有很多 不是散户来着 散户都不cad 对吧 并且这些项目方开始真正的进场了 真正的开始cad起来cvx了 谁拥有cvx也多 谁就等于是左右了curve的gauge的weight gauge的权重 对吧 好 大家问我了 那是不是curve或者cvconvix 这个价格是没有风险的 对吧 那有一个风险就是curve 就说白就是它底层的curve的代币的价格 在熊市中 现在牛熊很难分的 假设我们进入了熊市了 那curve代币的价格能不能支撑住 这就很重要 如果curve一直在跌 如果curve现在是4块5毛9 然后curve跌到2块以下 对吧 或者跌到3块以下 那就是说这些奖励 我们知道这核心对吧 核心的话就是这些奖励 11%甚至更高的 更高的一些奖励达到12%对吧 核心的这些奖励 我们看copus 对吧 就核心的这些rewardsapr 因为现在的币价很高 rewardsapr可以达到40%对吧 crv到eth 如果你想象一下crv的价格腰斩了 甚至跌了80% 那所有的apr就变成了2%到3% 对吧 那这个就没有吸引力了 大家还会不会去hold住 这个convix 对吧 还会不会去hold住这个curve 这就是个问题了 对吧 这就是个问题了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curve和convix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也是啊 虽然我很早就知道curve这个东西 对吧 很早也听说了convix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深入的研究 就导致了错过了很多机会 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如果你早点能够预判到 对吧 convix他通过这个巧妙的设计 把大家的crv都锁住 然后他变成了最大的客户上面的投票人 他有这个终极权力之后 这convix的价格肯定会早 对吧 而且convix这东西都是排票的 你只要抵押crv 就可以获得免费获得的convix 对吧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表面 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就导致错过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对吧 进一步的去学习 但convix这个想法还是非常屌 因为他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 而且他绝大多数的都是利用的curve 对吧 还是利用的curve 所以安全系数什么都比较高 所以到现在很往没有出任何的事情 也导致了convix现在成为的客户生态中 最最重要的环节 甚至比curve还重要了 对吧 没人去买curve了 因为绝大多的curve都在这 第一步很重要 你去把curve变成cvxcurve 这个是不可逆的 就是你给了他就变成convix 对吧 你永远不肯拿回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 我能够说明白吧 这东西有点绕的 说实话真的是有点绕 希望大家能够说明白 能够去理解他 就感到这个区块链 或者加密货币 还有这个defi的魅力 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很喜欢 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做一些研究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flex还有自己的一个flex.curvefinance.com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次感谢大家 Peace